你还在夏琳的孩子 你还在夏琳 他在哪儿 夏琳在哪儿 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 是你们逼我的 是你们让我走投无路的 我没有的选择 我不想活了 对不起 监局 是你们让我走投无路的 那你就陪我一起死 陪我一起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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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冷静 听我说 我有话跟你说 就一起去 你刚说 你父亲在医院急需医药费 对吗 所以今天你来找金局 是为了拿回你的稿费 是吗 我只有张卡 里头正好还有十多万块钱 你先拿去 就你父亲 如果不够你随时跟我说 然后你把金局给放了 你以为你有钱 就很了不起吗 你以为你拿出这点钱 你就可以外出一切吗 我告诉你们 我现在跟金局之间的恩恩怨怨 根本就不是钱那么简单 如果你认为金局 他贪污了你的稿费 你可以去法院告他 我相信法律会 给你一个公正的处理 至于你刚说的下面 你都已经找到他表姐了 你还担心找不到他人呢 所以所有的事情 只要你冷静 绝对地可以想到办法处理 但如果你现在 一时冲动做出傻事 那真的一切就晚 就会回来了 别逼我 别逼我 什么呀 你们都是坏人 是你们坏我的 我走投路路 我没有选择 你当然有选择 你听我说的 你当然有选择 你刚说 你父亲现在在医院 急需要钱救命 你现在如果拿了钱去救他 他应该很快就能出院了 是 至于你的孩子 如果他出生之后 我相信你也会是一个很好的母亲 你们有很美好的未来 听我的 把刀放下 难道你真的现在要选择玉石俱焚 其他迷迷不顾吗 混血 我读过你写的 百年五年 能够写出那么温情的文字的人 我相信一定是个善良的 我相信你不会轻易伤害任何人 是吗 快 拿了钱 赶紧去医院救你父亲 快 难道到世界上 亲人还比不上钱重要吗 你还有机会 我不是想 我不是想这样 我女儿是想这样 快来 救 快来啊 快来啊 有事没有 小亮 你父亲的医药费 我马上给你送过去 还有你的稿费 我会帮你追回来 我向你保证 对不起 谢谢 老婆 你没事吧 哥 哥 文浩 橘子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就好 好 小娘 谢谢你 太谢谢了 今天幸亏有你 哪天方便的话 阿姨请你喝茶 好 不用客气 应该的 别担心 你放心吧 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没事 橘子 那你好好休息 王浩 我先走了 橘子 你今天差一点 把妈的活儿都给吓出来 幸亏化线为夷 不然呢 她很奇怪 财务手机里那条信息 哪儿来的 我根本就没法 还在想这个事呢 不会又是那个莫菲 陷害你吧 一点倒是挺多的 先是不同意我休假 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答应了 接着 唐小亮搞费事件 就发生了 幸亏 那条信息里面 提供的证换是假的 又把钱给打回去了 不然 真说不清楚了 幸亏今天 沃晨及时赶到 要不然 真不知道接下来 会怎么样 这件事情 回到我们得好好 谢谢人家 不过话得说回来 以后 可不许再这么 隐身涉险了 妈 你还怀着孩子呢 是啊 橘子 你都快是个 当妈的人了 以后做事 可不能这么莽撞啊 万一唐小亮姐会 弄得情绪再激动一些 那后果真的不敢设想啊 放心吧 不过我没想到 唐小亮的男朋友 竟然是夏琳 妈 我就说吧 就是个祸害 祸害不着我 又去祸害别人 幸好我及时 跟她划清界限 这夏琳也真是的 不是自己要死要活 就是害得人家姑娘 要死要活 真是造孽呀 你说什么呢你 行了 心霉 我们现在赶紧地 想想办法 怎么样把唐小亮 保不出来才是正事啊 你别忘了 唐小亮肚子里 还坏着我们夏琳的孩子呢 小子好久没有消息了 好不容易有消息 就送给我一个大孙子 怎么说也是 坏事变好事 你怎么就知道是孙子 万一是个孙女呢 不管是孙子还是孙女 反正我要当你 今天发生的事 我怎么想都想不到 唐小亮口口声声说 橘子撕通了他的稿费 但是我相信橘子不是这样的 你什么意思呀 怀疑我是吗 那你去问金菊呀 我是个恶人 我怎么可能跟你说实话呢 对不对 行了行了 别老这么喝 你这么喝伤身体 错 伤我的不是酒啊 酒是灵丹妙药 你懂不懂吗 伤我的是人 人才是最可怕的动物 什么表情啊你 我说错了吗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 都关注他 都呵护他 所有人都忽略我呀 我没想过说 我能像金菊一样 忠心捧虑 我就是希望我爱的人 能够多关心我一点 凭什么我这点小巧的要求 就不能满平呢 如果你那么痛苦 你现在马上去找他呀 每天在这酗酒 像什么话 我不能啊 怎么不能啊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金菊啊 我 喂 郑总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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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日常 我们能够紧密配合 共同双赢 把市场都一起做大 一定一定 你那边怎么这么吵? 有用机 没有一有应酵啊 我现在正在跟墨 咱们那个 某某上 刚儿是网友聊天呢 好 那行 那就不打扰了啊 明天见 明天见 郑总的电话 说我们的合作一项已经确定了 我听出来了 恭喜你啊 那您的事啊 为什么不能让郑总知道 我们现在在一起 那郑总不是我的顶头上司吗 要是让他知道咱俩在一块 我就下了班出来玩不太好 那天我们在外头逛商场 你远远看见人家 你还刻意挽着我的手 那郑先生怎么办 有嘛 我不记得了 喝酒吧 刚才财务打电话给我 他说啊 他已经把剩下的稿费 全部都打到你账上了 没事了 对不起啊 金决 我真的是太冲动了 还好没有伤害到你 我真没想到 我行为这么恶劣 你还能这么大气地把我给保出来 没关系 这都是一场误会 你之所以这么快出来 是因为你怀孕了 不适合积压 而我作为当事人也不再追究你了 不过你以后 做事情可不能那么冲动啊 现在怀孕了 万一伤照你和孩子 怎么办啊 可我真的不觉得这是一个误会 因为莫菲给我看了手机短信 上面的内容写的就是你的名字 还有你的银行卡卡号 而且我看了 那条短信就是你的电话发过来的 不可能 不可能 我怎么可能发那样的短信呢 我信 是你救了我 还给我爸垫付了医药费 我肯定百分百地相信你 所以我才觉得这件事情 没有这么简单 我觉得我肯定是被人给利用了 晓亮 放心吧 这个事情我们会查清楚的 我有话想跟你说 我们换个地方 晓亮 我替我们全家人 还有夏令 向你道歉 这么长时间了 让你一个人在外面 受了这么多苦 你们知道夏令在哪儿吗 不知道 她离家出走以后 她也没给我们打过电话 你们两个的事情 我们也刚知道 怎么会这样 你相信我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 你有我 有我妈 我妈 我妈人特好 还有我姨妈 我姨妈说让我给你带个话 如果你愿意的话 搬过去 跟他们一起住 好吗 谢谢 再说吧 我现在就是要抓紧时间 把钱 寄回老家 让我爸去看病 让我爸去看病 杨总 今后我们公司的室内色彩设计 就交给你们了 嗯 郑总 您放心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对了 晚上有没有空 咱们约上莫主编 一块喝一杯吧 不了 谢谢 还是你们去吧 莫主编最近心情不太好 怎么回事 是吗 是吗 这个我不太了解 杨总 据我的经验 女孩子情绪低落的时候 正是咱们追的最佳时机 加油 郑总 说什么呢 您误会了 我跟 好吧 我太太给我包了一盆粥 等着我回去喝呢 你们去吧 行 那我就不打搅了 你忙 好 合作愉快 再见 真邪了 你的手机怎么会发给财务那种信息呢 肯定你们动过我的手机 幸好啊 对方发给财务的账号号码不对 不然这一次啊 我挑紧黄河都洗不清 肯定又是灭绝事态搞得鬼 可这毕竟是猜测 咱们没有证据 不能随便乱说 可你和唐晓亮差点弄得两败俱伤 你就这样吸射宁人 那怎么办啊 我又没有证据 你的手机最有可能 在什么地方被人接触到 除了家里就是小说部 这个手机平常我不用 也是放在兜里 有 调阅一下小说部的监控视频 不就行了吗 斯密达 你这么聪明啊 那这任务就交给你了 哥们儿 跟你比起来啊 我真正笨死了 总是自己给自己出难题呢 阿瘦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小亮 橘子 他这个 是这儿吗 是啊 是这儿 之前约稿的时候 我来找过他 橘子 要不给他打个电话吧 嗯 小亮 我是橘子 那个 我想来你家看看你 我 我在你家门口呢 金编辑 小亮 我搬家了 你搬家了 来来来来 小亮啊 我是向您的妈妈 你现在在哪儿 我马上去找你 好不好 我想接你一起回家住 阿姨 谢谢你 可是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我还是习惯一个人生活 小亮啊 你一个人带孩子会很累的 那个好孩子 听话 有我们大家帮衬你 你不会那么辛苦 对不起 阿姨 我还没有做好 跟你们一起生活的准备 你放心吧 我一个人 会带好我的孩子的 小亮 小亮 你 你给 小囤 他挂了 你挂了 挂了 神经一直在吐 喘气换气也变得很频繁 这是因为 我要太高颜期了 我会调整对他的用药 你尽量解决他的痛苦 那他手术 什么时候可以做呀 他的情况比较复杂 我想我会召集脑外科的专家 进行会诊 汇集所有的意见之后 再制定手术方案 不过孟女士 你要做思想准备 田田的视力 可能会模糊 温大夫 我求求你 你知道我老公已经没了 万一田田要是不在了 我真的就活不成了 我会的 我会请我最大的努力 不过作为田田的母亲 我希望你能够坚强起来 给孩子一些温暖和信心 我会 文浩 菊子 那就先这样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 他女儿的病 还有治愈的希望吗 情况不如乐观 真是可怜 对了 去找谭晓亮谈过了 别提了 我们去的时候啊 她已经搬家了 没想到这个 唐晓亮还挺倔的 看来夏琳都不辞而变 对她打击不小 任王马就是这样 对自己拥有的东西啊 不懂得珍惜 当失去之后 才会后悔莫契 那你会永远珍惜我吗 如果有一天 我变得又老又丑 你还会像现在这样爱我吗 我当然会 能够和自己爱的人 一起白手偕老 本身就是件 非常幸福的事情 真算 我说你是不诚心的 我躲你都来不及 我干吗要诚心啊 你没做亏心事 你躲我干什么呀 我没做亏心事 还被人讹上了呢 你儿子假装跳海 你处处压我一头 结果怎么样啊 你儿子根本就是装死 还把人家姑娘肚子都搞大了 我这是塞翁失马 阴祸得火 现在我有了大孙子 就要当奶奶了 可是你那个势力的闺女呢 还在家胜着呢 对了 她那是空虚寂寞冷 你是羡慕嫉妒恨 我理解 我完全地理解 理解什么呀 你懂什么叫理解啊 我告诉你吧 我也马上要当奶奶了 那还不是托我们家的福啊 怀孕的是我的外甥女儿 你那破姑娘生得出来吗 没人要 真可怜 好了 走喽 我互陪你玩喽 小人得志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一定要让我们家 把娜姐夹一个高富帅的金龟婿 给你瞧瞧 等着吧 好 你们的手势都在 那我也应该改口 娜姐 明天妈包饺子 你们杨总请她吃顿饭吧 我这个小虾面 哪有那么大的面子 请得动杨总啊 我说什么呢 又不是没来过 此一时 彼一时 那次 还不是靠我嫂子的面子 对吧 嫂子 上次请杨沐晨来咱们家可不是我 是你请的 她不是讲到你的名义吗 我在她心里的地位 跟你是不一样的 你呢 是一个渴望而不可及的 高傲女神 把她拖下去 而我呢 是一个想八戒去八戒不胜的女屌子 这怎么比啊 说话别那么银扬乖气啊 这是谁的错 这是你嫂子的错吗 都是我的错 我活该 我是圣女行了吧 行了 你们这当哥当嫂子 就应该多关心一下我们家娜姐 连夏琳那坏小子都会有儿子了 我们娜姐一个人还担着 你们敢说你们俩就没什么错 妈 我们错在哪儿啊 您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你跟杨总关系那么好 就不能在她面前 替娜姐多说几句好话 你不是跟杨总那事早就过去了吗 你就应该成全娜姐 要不然 也难怪别人会有想法 妈 您这什么意思 鲁鱼 南门城还得绑架呀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 明天就得把人给我请来 这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我就不信 对付不了那个恶女人 我女儿 一定要嫁得比她儿子强一万倍 对吧 突然对我这么冷戴 嗯 让你怀孕了 真的呀 是 不过你的身体已经不适合再生育了 如果想保住这个孩子 恐怕得 医生 我求求你帮帮我好不好 我一直特别想有个孩子 你才帮我想想办法 你的心情我理解 但你多次流产 身体已经无法承受这个孩子了 所以请问 realizes 喂 我想跟你谈谈 对 这么不方便 改天吧 不 我就要现在 我需要你的态度 想生的话就生呗 真的 你没骗过 我骗过你吗 骗过 你把我这 最重要的东西骗走了 所以我这是空的 你知道吗 好了宝贝 别再抱怨了 我知道你一直想要个孩子 现在好不容易怀上了 那想要的话 那咱要 我没有 没有在做梦 恰恰 行了 行了 你要怕是梦的话 要让我的手 来 真咬啊 我没有在做梦 真的 我没有在做梦 对吗 你 你看 装作花了 去补补张手啊 丢人 我马上回来啊 我和妹妹谁先生下孩子 博雅的继承权就给谁 你爸是不是看不上我呀 故意这么做呀 怎么会呢 你别多想 生孩子对咱们来说太不现实了 这倒也是 但是我有办法 那有什么办法呀 我假装怀孕 到时候 我们再抱养一个回来 这样不就可以了 莫非啊莫非 原谅我的自私吧 我想让我的亲生骨肉 留在我自己的身边 而不是来路不明的野种 橘子 沐淳 怎么不上去坐 我就不上去了吧 那个 你看我这儿挺着大的肚子 上上下下也不方便 那个 我们就在这儿坐会儿吧 来 来 来 慢点 快坐 怎么样 最近都好吗 挺好的 反正每天在家里面 就有吃吃了就睡 人都长胖了 怀孕很辛苦的 好保重自己 嗯 沐淳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什么事 你说 上次那个 你帮我那么大一忙 我想请你去家里吃个饭 橘子 有什么话 你就直说吧 我 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 我也算了 我就直说吧那个 我婆婆 我婆婆想请你去家里吃个饭 你方便吗 是因为 混纳吧 我知道这事你挺为难的 可是 去 我去 我也不希望你们家人 误会我们两个人落断司令 来 来 小杨啊 你看你 来就来吧 还带什么礼物啊 不就吃顿饭吗 干吗那么客气啊 阿姨这应该也 不要喝 来 喝水 来来 喝水喝水 别客气啊 谢谢 胡琛 别客气啊 随意 小杨啊 你哪儿人呢 爸妈当着干什么的 其实我是外地人 但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在 不在的好 不在了以后你娶个媳妇就不会打架了 妈 你胡说什么呢 我有点激动 你 杨总 你看 我们家娜姐 特聪明 特懂事 从小就是人见人爱的 说正点 什么正点 是这样啊 你看 你父母都不在了 我呢 也是个长辈 我就不绕弯子了 我就跟你直来直去了 我们家娜姐 大医生 你 光棍一条 你们俩 郎才女貌 很般配 阿姨这 我说嘛 差不多到点该开饭了吧 对对对对 开饭 吃完饭才有力气说话 吃饭 等等 杨总啊 我跟你说 我今天做了拿手菜 你要是喜欢就告诉我 以后我天天给你做 保证啊 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 杨总 吃饭菜 好 你们去忙吧 我陪不生说话啊 对啊 那你我去帮 来 来 来 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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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妈 快点坐 杨总饿了 我知道了 你妈今天表现怎么样 太棒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给她贴上 未来女士的标签 真好 妈 昨天说包饺子 饺子什么馅的呀 怎么是包子 不是饺子吗 我走了 晓杨 欢迎你来我们家 今天啊 阿姨专门做了 我的拿手绝活 绝一门的包子 你尝尝怎么样 好香啊 等会儿 怎么了 杨总 来 口渴了吧 先别吃包子 喝点饮料 我不渴 我一会儿喝一会儿好 来 吃吃吃 来 我妈做的凉菜 那可是不得了啊 先吃口凉菜呗 对对对 先吃点凉菜是不是妈 对对对 来来来来 你看吃两口凉菜啊 就赶紧吃包子 你是贵客 这包子是我专门给你做的 那个牧尘啊 我记得上一次 咱们吃饭的时候 你就没喝酒啊 今天机会难得 咱得喝一口酒对吧 喝一个喝一个 是是 你拿酒去啊 好好好 气什么哄啊你们 经讨论 杨总开着车不能喝酒 吃包子 吃吃吃 来 花哥 你也来 你也来 好 橘子 来 我们哪 姐的 我告诉你们说啊 今天这包子 为了欢迎杨总 妈还专门做了三鲜馅的 比以往的味道更加地纯正 尝尝 尝尝 来 尝尝 妈 我忘了一件事 我要给客户发资料 我一会儿过来吃啊 行了 包子凉了 不管他 不管他 吃吃吃 你吃 其实妈 牧尘啊 开车没关系 开车咱们找代价嘛 这个酒无论如何进去 一定要喝 你等着我啊 等着我啊 先别自己吃了啊 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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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酒放哪了吗 我知道啊 你知道吗 对啊 我怎么能知道酒在那儿 他不知道 对对对 那个 我跟他一块去找找啊 他不知道了 你看 那快点 你们快点 待会儿包子凉了 就不香了 听见没有 你们怎么开了 那你为啥一个人先跑出来 我 又让我们吃那见鬼的包子 吓死了 我说 咱们都跑出来了 杨沐晨一个人能行吗 吃吃吃 凉了就不好吃了 吃吧 我倒是想救他的 但我也只能就到他这一步了 娜娜 这杨沐晨 要是吃了咱妈这爵一门包子 他以后还能来咱们家吗 是啊 万一他不来咱们家怎么办呀 又是想救他 可是 他也是你们俩的朋友啊 要救一块儿救 别慌 你先去 稳住他 我们想办法啊 快点 快点 怎么样 好吃吧 我走了 我走了 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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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来 新喝的你的 快 快点喝 快点喝 不吃爱 酒来了 酒来了 不行 到底还是吃了 没事 喝点水 喝点水 对 多喝点饮料就好了 快点喝 快点喝 那个 来来吃点凉菜 不是你们这什么意思 怎么了这是 你怎么了 快点喝点水 快点喝点水 小杨 阿姨的手艺怎么样 好吧 喝点水 好 那 那 那你多吃点 多吃点 来 来 接着吃 快快快 我们把这个酒啊 给喝了 那我 杨总 杨总 杨总醒醒了 这什么事 你怎么办 大夫怎么样 杨大夫 情况怎么样 他今天是不是吃了什么水产品 或者海鲜 他没吃 他这是先天性的海鲜过敏 严重的话会危及生命 海鲜过敏 要是没吃海鲜 应该不会这样 哎呀 我想起来了 我 我在那个 橘印门的包子里边 我专门放了海鲜 哎呀 妈 你放海鲜怎么不说一声呢 我哪知道海鲜过敏啊 现在没关系了 我已经给他用了脱敏的药物 一会儿他就起码 不过 病人血价有点低 温大夫 嗯 你看我是不是先给他用点药 我觉得用药也不必了吧 那个药一股怪味 来 这样 娜娜 你去小卖部 买个什么鲜肠果之类的 一样也能够补血价 好 对对对 娜姐 娜姐 我们一块儿去买 麻烦你了 回来吧 好 谢谢啊 橘子 你在这儿坐一会儿 我上楼上去 看一下天天的情况怎么样 我马上就来 你快点回来啊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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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